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 床头靠墙 很多人基本上为了要躲 他什么床上有梁柱 所以说他就把他的床头离开 那梁柱这样子压下来 他就怎样 你不会压到他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又犯了一个毛病 就是他的床头没有靠墙 所以他在睡的时候 他的头其实会有怎样 他后面是空的 会有空气的流动 一旦有空气的一个流动的时候 其实这样睡眠不会很好 因为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 我们的吸气是头部 结果你的头在那边一直有在动的时候 各位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假如开窗户 窗户是在你的头的时候 你在睡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正迷惘 然后那种很像凉凉的感觉 然后 那个就是你的头正处于空气的流动的情况 所以说你睡起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不是很舒服 然后好像有点像碰到鬼一样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尽量床头靠墙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期留言再见 拜拜